近年来,随着健康中国行动计划被列入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,国民健康生活意识已经有所增强。 但是,从2018年消费大数据中心光华伯斯特公布的《中国国民健康与营养大数据报告》中,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里,不难看出我国国民健康情况依然非常严峻。 报告显示,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3.4岁,排名全球第83位,与位列第一的日本整整差了10岁。 如果这个数字还不够震撼,那么请看看下面这些数字。 我国高血压患者约有2.7亿人,脂肪肝患者约有1.2亿人,糖尿病患者约9,240万人。 平均每10秒钟就会有一个人患上癌症,平均每30秒钟就有一个人患上糖尿病,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,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缺陷而出生。 在这样的大数据面前,你能独善其身吗? 下面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些健康大数据。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疾病的年轻化。 中国社科院的人才发展报告显示,七成人存在过劳死的危险。 中青年女性容易得妇科疾病、心脑血管疾病。 中青年男性面临猝死、过劳和癌症等问题。 70后、80后成为癌症的青睐对象。 当代年轻人竟然渐渐患上了老年病。 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实际上并不年轻。 为了省时间,不吃早餐,午餐晚餐经常拿外卖大方。 夏天一渴就买冰镇饮料,晚上抱着手机熬夜追剧,放假就在床上躺湿。 吹着空调,盖着毯子,很久没有出过汗了。 这是当代许多青年人的生活常态。 很多人以为年轻就是健康的本钱。 然而,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,精神压力增大,饮食不良,酒坐不动,熬夜晚睡,加上一些环境问题。 中青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。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青少年健康大数据。 2019年7月,健康中国行动推荐委员会印发的《健康中国行动2019-2030年》中提到。 根据2014年中国学生体制与健康调查结果, 我国7到18岁的城市男生和女生的肥胖减出率分别为11.1%和5.8%。 而农村男生和女生的肥胖减出率也分别达到了7.7%和4.5%。 2018年,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.6%。 其中,6岁儿童为14.5%。 小学生达到36%。 初中生是71.6%。 而高中生达到了81%。 中小学生的肥胖、近视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。 我们再看看老年人的情况。 同样是《健康中国行动》的文件显示,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。 截止2018年底, 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约2.49亿, 占到了总人口的17.9%。 而65岁及以上人口约1.67亿, 占总人口的11.9%。 我国老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。 近1.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, 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%。 对于中国人寿命来说呢, 有三大健康杀手。 第一个是心脑血管疾病。 在中国, 每五例死亡中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脑血管病。 中国心血管病死亡率成为了疾病致死的首位, 高于肿瘤和其他疾病。 心血管病危险因素主要包括高血压、 糖尿病、血脂异常等。 还记得在解密体检报告那部分内容中, 老师为大家介绍过, 研究表明从中国人的族群特征来看, 腹内脂肪积聚引起的中心型肥胖, 也就是大肚男的肥胖现象比较普遍。 糟糕的是, 腹内脂肪增多的个体更容易发生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。 因此, 肥胖从上述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生是密切相关的。 第二大健康杀手是癌症。 2017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,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疾病例约380万, 死亡人数约229万。 发病率及死亡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。 全国每天约有一万人确诊癌症。 癌症的整体发病和死亡情况是, 男性多于女性, 城市高于农村。 癌症的发生率在40岁之后快速提升, 到了80岁达到高峰。 到85岁的时候, 一个人患癌的累积风险达到36%。 而我国癌症高发的主要因素是, 空气环境污染, 身体活动不足, 人口老龄化, 肥胖或者超重, 不健康的饮食以及吸烟。 第三大健康杀手是帕金森症。 帕金森症是一种慢性、 进展性运动障碍疾病。 通俗的奖就是让你不能动的病。 目前国内帕金森病患者达到近300万, 约占全球患病人数的三分之一。 在看完以上这些数据分析之后, 您是否也感受到改善健康状况 已经迫在眉睫了呢? 虽然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快, 但是国民身体素质与健康方面 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。 到底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中 暗藏着健康杀手? 在本模块的学习中, 老师将带领同学们找准问题所在, 各个击破, 帮助您一起改善生活方式, 实现健康生活。 PR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